生活在别处的我片酬大曝光 钟楚希竟和刘薛义 插出一栋海景房 作为配角的他 片酬高达齐位数 怪不得大家都想进娱乐圈呢 在生活在别处的我中 钟楚希望传片酬五百万 他凭借电影风华走进观众视角 后续资源可谓是狂血不止 又上电影又上电视剧 更是与众多男神都合作了一个遍 要说终结真有福气 前有肖战后有王一博 再加上五一档电影维和仿冒队中 搭档黄锦鱼欧好 这种力量性选手 该说不说 钟姐的福气 我们网友是真的羡慕了 话说钟姐资源搭档确实不错 但是他自己也是真争气 仅仅参演几部电影 就凭借由他主演的《乔麦疯长》 八月未央拿到两个国际电影节奖 所以证明他的实力绝对不是吹来的 所以钟姐拿到此片酬 也算是实至名归了 此次搭档留学艺林雨申 她在剧中更是幸福的不得了 刘薛逸作为该片男主 网传片酬370万 相比女主可以说算少的 回顾她的演艺经历 入行并不算太久 观众熟知刘薛逸 还是周生如故中反派角色刘自行 要知道的是 当年这部剧非常火爆 周生辰与崔石仪的虐恋情仇 早已成为众人一难评 值得一提的是 刘子逸他俩最大的源头 不过他也是凭借颜值 成功躲过网友们的攻击 尽管如此 他也不是第一次 平连躲过网爆 在长风度中 竟是最大反派 骆子伤的扮演者 网友拉平 换个人来演 我都不会心疼他 不过还真让这哥 找对舒适去了 可以说 真正把角色救活了 悬不头往日 在本次新剧中 与之前角色反差巨大 拿到纯情小狗剧本的刘薛逸 在可爱与温柔之间 反复横跳 与周楚希上演青梅竹马 虽说以男主身份出演 但他的戏份并非许多 因为与他共同作为 女主竞争者的林玉珊 所以男儿出演了此剧 而林玉珊作为霸总祖师爷 早期可是圈倒不少迷妹 如今又是回到他的老本行 在剧中演起了 人帅多金的薛玉明 有意无意地靠近女主 但又保持分寸感的互动 简直不要太戳人 get到成熟男人的魅力 少卫者游刃有余地靠近 明目张胆的偏爱和欣赏 真的很难不动心 虽说他与刘薛逸有差不多戏份 但他的片酬 竟比刘薛逸低出两倍 网传他的片酬仅有180万 所以证明 娱乐圈即使代表作再多 没有流量 终究是泡影啊 果然能打败流氓梦的 只有他自己 就在前不久 白月光诺兰杀回来了词条 直接冲顶热搜第一 如今已到33岁的他 在新剧中再度美出圈 要知道的是 本次回归的刘萌萌 饰演男主十美温雅 忘传他在剧中片酬80万 依旧是温柔与破碎感的化身 直接梦回爱情公寓 这不就是我们喜欢的诺兰吗 他作为爱情公寓里的白月光 受到不少人的喜爱 近几年 刘萌萌似乎逐渐淡出大众视野 其实他并未放弃演员之路 但大部分都是配角 相信在他的努力之下 未来定会接到好角色 感谢观看